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不会太有印象觉得说哎呀我哪天去 其实很多游客平常去日本旅行都会遇到地震的 对不对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游客去都遇到地震 然后他们去了就发现 为什么看到身边的人明明周边在晃 看到很多日本人仍然很镇定的 该喝茶的喝茶 该买东西买东西人家很习惯 因为从来没稳当过 就一直在震 对对所以日本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他从来都觉得自己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木韬之中的一艘非常危险的船 就日本玩嘛 他们叫自己叫做 所以这可以解释 他其实挺有这种末日感 没错是吧 包括很多日本 你看村上春树写的书里头 我觉得就有这么一种末日感的印象 他这个日本的很多作家都曾经自杀过 包括像川端康城 三岛游记夫 太宰志 借川龙之戒 都是非常好的作家 然后最后都是自杀 自杀 对 而且你说的这个 我还想起他讲这个三岛游记夫 就是你看 咱们说这个末日到来 末日感 有的人的这个末日感是什么呢 是精神性的 就是说我相信的这一套价值 我信仰的这一套体系 如果我觉得要完蛋了 那么对我来说 末日就来了 你像当年三岛游记夫 他就是说 还是要搞这个拥戴天皇 武士道 这一套 这一套他发现在日本 没有 没落了 没落了 然后呢 他还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呢 最后的大家都笑话 他说三岛游记夫 你这个疯子 然后哪知道 他当着一帮军人发表完演讲之后 他跟他们几个叫成立了一个秘密结社 对 盾社 盾会 进去之后 他就自杀 自己啊 切腹 拉个刀子 旁边有个人戒错 旁边有个人戒错 戒错那个人也跟着自杀 旁边那个人戒错 砍头啊 砍了几刀 都没砍下来 腾的这个三岛游记夫都要咬蛇自杀 然后就跟他说 快点 使劲 使劲 就说这种死制 已决啊 就是 其实你包括后来像王国维啊 他们这也都有这种感觉 就觉得自己整个宇宙 整个秩序已经灭亡了 就中国延续两千年 这个王国的秩序已经破坏掉了 那就干脆就死了吧 咱们怎么从日本地震说起这个末日感 这个解释一下 大地震一出来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世界上规律性的 必然流行这个末日论 最近这个世界上很多地区 我看中央台还出来解释呢 就是说 有个叫太平洋火湖 就是这太平洋环地震带 确实是进入一个活跃期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 你讲这个末日啊 有种叫人类中心主义 是 他们讲海啸和地震 只不过是发生在了人群稠密区 就是你 把你的房子给给给给给淹了 所以你尝尝这种感觉 可是有些时候呢 你看啊 我这些竟收到这样的短信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文道说我这个联系啊 2008 512大地震 大地震 这加起来是多少啊 2025 日本这个九级地震 2011加3加11 2025 可是这种说法呢 这种臭巧当然很容易臭 而且呢 它非常的有偏见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不要忘了 从2008到2011之间 还出了过什么地震 海地的大地震 你算不算 智利 对啊 智利的地震算不算 新西兰的地震算不算 对不对 这就是很有偏见的一个 选择性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经常说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我们弄反了 世界是不会消亡的 地球永远存在 只是人类的一个末日 会不会到来而已 这地球也会亡 因为我们知道 太阳迟早会有变化 地球也会变化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又怎么样呢 哎呦 这佛教徒看法 真是不一样 本来什么事情都会变 对不对 这是无常嘛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啊 你有没有觉得 就说这个人类 至少说这个有时以来啊 我觉得这个末日感呢 是人类的一种情意结 是一个一个心结 他你看 不断轮回的出现 包括你像作家 你看这个世界文学史上 就这种末日感充盈的 这个作品呢 包括这样的典型性作家 都非常多 实际上就是说 可能人在一个极端的 他才能换起这个 你平常或者说 你可以和日常生活脱离开来 你就真的可以站在离自己比较远的一个角度 去审视自己 就人就一个是会反思我跟世界的关系 或者我跟自己的关系 我跟他人的关系 基本上 这是人的一个三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你陷入在日常的繁琐的平庸的生活当中 你不大会想 而你只有把自己推到那个极端的状况下 我的时间空间将在某一个点终结 那OK 我的生命怎么办 我为什么觉得 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世界 咱们说 我最近又重新 读了一下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 还有后来跟一个弗洛伊德 后来有一个叛徒 他认为的叛徒 叫荣格 两个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你看认为人在童年的时候 很多伤害会被你压抑在这个潜意识里 但是荣格就觉得 说潜意识里的不光是你个人的 对还是集体的 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集体无意识 比如说他们研究神话 研究宗教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 我能感到这个集体无意识 按说日本大地震跟我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为什么 我也觉得就是好像 这几天就是心里不太愉快 我不知道是一个气氛 还是一个什么 但是我就讲 比如说荣格讲的 他们为什么很多心理学家 就是说弗洛伊德是研究个人 你今天的毛病 跟你的那潜意识里边的一些伤痕 有没有关系 荣格他们是研究人类早期的神话 包括宗教传说 说为什么假如人类是一个人的话 你们共同的潜意识里头 比如说为什么有大洪水的传说 因为特别大的灾难之后 可能这个冲击和伤痕 是留在你一个集体的无意识里 也是久久不能忘怀 比如说圣经里头或者什么里头 包括中国古代神话 都是大洪水 大洪水 诺亚方舟 一直到今天2012 也是拍大洪水的记载 是因为当时受刺激太厉害了 所以一万年 你都沉淀在你的神话里 不会忘记 你看日本这个大地震 几乎同期 最近研究出来了 最近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 发布了研究报告 就说大西州 一直在传说 叫亚特兰蒂斯 传说这是当年的一个文明 大概我一看 1.2万年前 那是中国夏商周 就比那个更早的多了 1.2万年前的一个文明 说现在知道 所谓的洪水淹没 这个研究机构发布 是海啸 所以咱们想起这次日本 说当年实际上是被海啸吞没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 但是问题是 这也跟文化相关 这不是日本的这种末日感 又特别强烈一些 所以你看70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出了一本书 叫日本沉没 后来不是拍过电影 那是非常畅销 而且是很奇迹般的畅销 最初一出来的时候 没人看好 后来越卖越好 那你看日本沉没里面 他这个意识 就为什么会他这本书那么畅销 就因为日本人完全分享 那个你讲的集体意识 就都觉得日本会完蛋 都觉得日本会沉没 那而且他们真的是 那个沉没的感觉 就觉得日本真的像条船一样 所以日本每次遇到打击 地震天灾海啸火山爆发 还有能源危机 都会促使他们做一个很大的 一个集体的学习跟转变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有趣 就是每一次这种危机意识一出来 他就必然有个学习 他一学习他会进步 比如说像板神地震的时候 日本政府非常糟糕的 反应很缓慢 但这一会你看到 他比当年十几年前进步很多很多 对 那他讲 你讲这个学习很有意思 实际上我们也 就是我也听到过很多说法 说是大洪水啊 在远古时期的大洪水带来了觉悟 然后新时期文化的产生 由此产生了文明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我想有这个末日情怀 是不是也是人的一种 自发的一种学习 对 就是有可能 可是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中国人的末日感并不特别强 中国文化里面真的有 曾经鼓吹末日将要来临的那些说法 几乎都是后期的 受佛教影响的 像白连教啊 像这些才会 就被我们认为是邪教的组织 正统上觉得是邪教民间迷信 但是中国正统像儒家 基本上你看到儒家很有趣的 他是不讲末日的 对 就算道家也没有什么很强的末日感的 就中国是很罕有的一个民族里面 末日感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民族 而且中国呢就还讲好死不如赖活着 对对对 而且呢中国比较重视这个现实 但是呢你看啊 在中国比较这个好像高端的这种文化当中啊 他也有一个挺怎么说 你说挺牛呢 还是挺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他有一个天地不仁 他把人呢看得很小 他会觉得人的生生死死算什么 所以他们有人讲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 你发现里这个里头其实有一种什么价值观 千万人头落地 仍然是几度夕阳红 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个时间空间的洪流 这个天地道只要在 人的生生死死不在话下 但中国也有这么一种东西 对啊 所以这里面就好玩了 就是中国好玩的东西 咱们留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好玩了